大家好,这里是细品岁月 结婚纪念日 儿子半夜高烧 大哭不止地喊着 爸爸,爸爸 可老公电话关机 我一个人抱着儿子去了医院 收到了老公红颜知己发来的消息 你老公在我这儿 新月花园一栋 敢来吗? 儿子半夜高烧 大哭不止 爸爸,爸爸 细岩的电话关机 我一个人抱着儿子往医院跑 我累得筋疲力尽 抱着儿子坐在书页区等护士 抬眼一看 苏雪的儿子躺在细岩的怀里 安稳地睡着了 苏雪亲密地靠在他肩上半醒半睡 俨然一家三口的模样 我语气冷得可怕 老公,细岩身体一僵 猛地抬起头 看到我的那一瞬间 眼中闪过惊愕与慌乱 在看到我怀里 小脸烧得通红的儿子时 他眼睛猛地睁大 连忙站起身来 因为动作太大 苏雪被惊醒了 他一抬头 便看见了我 我脸上没有半点温度 冷冷地看着他们 苏雪抬头挺胸 毫不畏惧地看着我 甚至当他的视线移向我儿子时 嘴上不自觉地勾起一抹刺眼的微笑 脸上洋洋得意 季言刚迈出几步 书页感发出声响 他猛地一震 意识到他怀里抱着别人的儿子 他脸白了一下 慌忙转身 把怀里的孩子递给苏雪 然后着急忙慌地朝我走来 苏雪抱着他的儿子 我抱着我的儿子 两人火药味十足 我面无表情 将他眼中对季言 置在必得的神色尽收眼底 他好像在对我说 路尖尖 你别得意 季言迟早会回到我身边 季言在我身旁坐下 他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伸手摸了摸儿子的额头 滚烫的温度顿时吓了他一跳 急忙伸手将儿子抱在怀中 我静静地看着他 季言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最后还是没开口 他默默地从我手里抽过书页单 抱着儿子朝护士站走去 护士给儿子扎针时 本来就烧得难受的儿子 更是疼得哇哇大哭 嘴里一直喊着 爸爸 爸爸 我和季言听在耳里 疼在心中 他心疼地亲了亲儿子的脸蛋 爸爸在呢 沉沉不哭 不哭 不远处 苏雪咬牙看着这一幕 死死地攥紧了手 季言抱着儿子轻轻摇晃 儿子的哭声渐渐弱了下去 最后安静地睡着了 他看着儿子小天使般的睡颜 笑了笑 他率先开口打破沉默 轻声问道 小乖 沉沉发烧了 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我嘲讽地反问 你手机关机 我打了有用 季言下意识掏出兜里的手机 发现是黑屏状态 他愣了 刚要按下开机键时 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皱了皱眉 看向苏雪 对面 苏雪不自然的表情转瞬即逝 他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儿子 一双美眸闪着泪花 看上去楚楚可怜 无助极了 最终 季言没有按下开机键 他轻轻握住我放在腿上的手 手心的温度 随着他说出的话而急剧下降 小乖 抱歉 手机没电了 我心里冷哼一声 没电 他的小动作 两人刚刚的眼神交汇 真当我眼瞎 大庭广众之下 身心又疲惫不堪 我索性闭上眼睛 懒得理他 离开医院时 苏雪抱着他的儿子 亦步亦趋地跟在我们身后 季言不止默认他的行为 甚至还刻意放缓了步伐 我的心冰凉冰凉的 季言把睡着的儿子 放到儿童座椅上 给儿子固定好安全带后 他随即打开副驾驶车门 示意我坐进去 后面的苏雪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阿言 我和孩子怎么办 他的语气要多可怜有多可怜 要多卑微有多卑微 季言沉默片刻后 和我商量道 小乖 要不 我们送他们母子一程 医院不好打车 他还带着孩子 文言 苏雪的嘴角 顿时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 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我忍了许久的火气 一下子就爆发了 砰 的一声重响 我关上后车门 语气没得商量 不行 下一秒 车内的儿子大哭起来 哇 我和季言同时一惊 季言赶紧打开车门 他连忙抱起被吓得大哭的儿子 轻轻拍打他的背 沉沉不怕 爸爸在 我站在一旁脸色惨白 苏雪笑容满面 津津有味地欣赏我的囧态 当他巧声鼓掌 已是对我的嘲笑时 我一直紧绷得神经 轰得一声炸了 怒睁着双眼 静止朝他走去 扬起手就是狠狠地一巴掌 苏雪 你这个贱人 哇 地上 孩子响亮的哭声 疏地响起 我瞬间清醒过来 苏雪的儿子摔倒在地 哭得撕心裂肺 我红着双眼 却倔强地咬紧嘴唇 这边的动静惊动了季言 他立马跑过来 抱起地上的孩子 苏雪捂着红肿的脸颊 委屈地朝他伸出手 泪眼婆娑 阿言 他打得我好疼 季言伸出手的那一刻 脑海中浮现了 刚刚苏雪抱着他手臂睡着的情景 我怒了 上前狠狠拍开他的手背 怒吼道 不许碰他 季言白皙的手背立刻红了一片 怀里的孩子再次哇哇大哭 他的脸沉了下来 斥则道 路尖尖 你发什么疯 发疯 孩子一生生熟练地哭喊着季叔叔 苏雪回国之后 他背着我到底见了他们母子多少次 我冷笑一声 季言 我发疯也是你逼的 三个月以来的隐忍 今晚累积的所有负面情绪 此时此刻 我要让他跟我一起痛哭 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手机 按下开机键 屏幕瞬间就亮了 季言 这就是你说的手机没电 我愤怒地指着苏雪 他关掉你的手机 我找不到你 儿子高烧不退 我急得团团转 到头来你竟然维护他 发烧的可是你儿子 季言哑口无言 他放下孩子 神情紧张地走过来 小乖 我 我往后退 嘴上毫不留情 直戳他的痛处 季言 难道你忘了 当年苏雪当着众人的面抛弃你 当场跟着富二代走了 难道你忘了 那个富二代搂着苏雪 讽刺你穷 难道你忘了 你拉住苏雪的手试图挽留他 他却连头都不回 季言的脚步狠狠顿住 瞳孔骤然收缩 呼吸瞬间急促 苏雪的脸色更是白得吓人 我心中畅快至极 也可悲至极 他痛 说明他还爱 他刚回国 你就迫不及待地跟狗一样贴上去 我将手机直接扔到他脸上 季言 你真够见得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 火辣辣地打在脸上 我的耳朵嗡嗡直响 季言双眼心红 手颤得厉害 苏雪红了眼 小声啜泣着 眼中的快意一闪而过 他对着季言弯腰 伏低作笑 啊 言 是我对不起你 说完 他转身抱起孩子就跑了 季言的脚步不受控地朝他迈出几步 而我 摔在地上 头发凌乱 嘴角出血 模样比苏雪狼狈百倍 我看着他 心如死灰 季言 我要跟你离婚 离婚 我不同意 季言看我要收拾行李 他开始慌了 双手用力压住衣柜 阻止我拿行李箱 整整五天没搭理他 季言全然没了往日的神采 眼底发青 胡子拉叉的 衣服也皱皱巴巴的 换作往日 我肯定心疼死他了 可一想到因为苏雪 他开始对我撒谎 开始跟我吵架 还伤我巴掌 我的心就像被针刺了一样 一抽一抽的疼得厉害 这样我还心疼他 那不是太犯贱了 本来五天前就要带着儿子走的 但是小家伙断断续续又烧了几天 他一嚎啕大哭 只有季言能哄得住 我是一点办法没有 只能站在一旁干着急 毕竟从儿子出生开始 他大大小小的病痛 都是季言在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本以为一家三口的幸福 会一直持续下去 现在看来 言之过早了 这几天 儿子一难受就哭着喊爸爸 离婚的事情只能往后放 现在儿子病好了 也是时候了 我静静地看着他 季言 你这样有意思吗 我主动给你和苏雪藤胃 你应该感谢我 季言没有反应 只是正正地盯着我 已经消肿的右脸颊 他的手刚要俯上我的脸颊 我偏头避开 他停在半空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耸拉着脑袋 小乖 对不起 我不该打你 他的声音嘶哑 疲惫 我的眼泪瞬间夺框而出 我吸了吸鼻子 高高扬起脑袋 不想让眼泪掉下来 可是越流越多 怎么擦都擦不完 季言的眼神又怜惜又心疼 他抬手轻轻拭去我满面的泪水 把我抱在怀里 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 小乖 我和苏雪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的儿子突然发烧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在国内又没有朋友 只能打电话给我 他叹了口气 小乖 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 我只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跟苏雪没有关系 我跟他早就过去了 你和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怀抱并没有温暖我的心 他维护苏雪是事实 他的脚步 本能地朝他迈出去也是事实 我挣扎着想要从他怀里脱身 他反而拥得更紧 他突然握住我的手 大力地往他自己脸上甩 小乖 你打我吧 我吓了一跳 手往回缩 计言不让 直接抓着啪啪打了好几下 他的脸上多了好几个巴掌印 小乖 我跟苏雪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不离婚 好不好 小乖 我向你保证 以后不跟苏雪联系了 保证 好熟悉的词语 我突然想起 他和苏雪被记者偷拍的那张照片 最终 计言还是背着我去了机场街机 不巧的是 他和苏雪母子被记者偷拍 两大一小的合照 第二天就赫然登上了娱乐版头条 计言这几年事业发展得很好 是资本界青睐的科技新贵 而他本人因为太过于低调 成为了媒体记者热衷的对象 他从无名小卒 到身价数十亿的成功人士 这些年 都是我陪着他一起苦熬过来的 计言大我两届 他大学毕业后 拒绝了原本要去的外企 选了一条最艰辛的路 创业 我想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被苏雪刺激到了 而那时 我刚刚告白成功 两人刚刚确定恋爱关系 为了让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 我果断搬出宿舍 与他租房同居 他每次应酬喝醉酒回来 我给他脱鞋脱袜 用热毛巾给他擦脸 哄着他喝醒酒汤 创业初期 我在公司包揽大小杂物 为了节省开支 我恨不得一分钱掰开两瓣花 最后落了个抠门老板娘的称号 大四那年 开花结果 季岩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 他的事业从此一帆风顺 节节高升 而我 儿子出生后 选择了退出 当全职太太 那天 我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他陪着儿子坐在地板上玩玩具 如果不是两人的手机 同时弹出他的娱乐新闻 真的是特别温馨的画面 科技新贵一家三口现身机场 夫妻玩手大秀恩爱 他当时的表情既慌张又尴尬 慌张的是 当晚 他骗我有应酬 尴尬的是 照片上非常亲密的 一家三口 季岩单手抱着孩子 奶爸力十足 苏雪挽着他的手 仰着头朝他灿然一笑 任谁看 都是幸福甜蜜的一家三口 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我瞬间红了眼眶 委屈 心酸的感觉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感受过了 没想到苏雪一回来 这种感觉也跟着回来了 不想让儿子看出异样 我回了房间 不一会儿 季岩也跟着进来 我坐在床上抹眼泪 他走过来 用双手捧起我的脸 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用拇指轻轻抹萨我的脸 小乖 他在国内没有朋友 我只是去接机 你别胡思乱想 我让苏雪玩我的手 是因为他坐了几十个小时的飞机 身体疲惫 你也知道 经历了那样的事情 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小乖 我和他早就过去了 你和孩子才是我的一切 你放心 我以后不跟他联系了 不哭了 恩 他的眼睛里毫无杂质 清澈地倒映出我的模样 我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 我顺势搂住他的脖子 歪着头轻轻蹭了蹭 老公 你可以告诉我 我没那么小气 济言轻笑一声 抱着我晃了晃 跟平常哄儿子一样 好 我的错 我的小乖很大方 大方 文言 我微微拉开两人的距离 直视他的眼睛 很认真的反驳 我才没那么大方 你可是我老公 你要是犯错了 我和儿子就不要你了 听到我这番话 济言微愣了一下 然后抬起右手 杨庄严肃地进了个军礼 遵命 老婆大人 我被他的动作逗笑了 杨庄打了他一下 就会哄我 他信誓旦旦地保证 我内心的危机感跟着消失 站在女人的角度 苏雪的遭遇确实可怜 我就当日行一善了 原来 这只是开始而已 三个月以来 他为多次晚归 找了诸多借口 这些 我都一清二楚 只是没有戳破 每个人对初恋都有执念 他是我的初恋 苏雪是他的初恋 两人雨水之欢 水乳交融时 济言的热情一如既往 我也相信他没有越界 所以 我给他时间 但是 我只是心软 不是傻子 我冷漠地推开他 好 那你先跟我说 上个星期 晨晨四岁生日那晚 你在哪里 这话一出 济言脸色 马上骤变 你当时在陪苏雪母子 对吗 济言张了张口 想为自己找借口的话 因为我肯定的语气 而堵在喉咙里 没有说出来 他走过来 想要握住我的手 意图稀释宁人 我一把甩开 济言 还记得你当时 怎么跟我保证的吗 你说你以后不联系他了 结果呢 你因为他一次又一次晚归 每次都用应酬做借口 你以为我不知道 济言尬着脸 半天答不上话来 看来他是默认了 钢指柱的眼泪 又重新涌动起来 我用力吸吸鼻子 将眼泪硬生生逼了回去 好 这个就算了 最过分的是 你竟然在儿子四岁生日那天 跑去陪别的女人 别的孩子 济言 这就是你说的保证 你觉得你的保证 在我这里还值钱吗 济言纳纳无言 我抹了把眼泪 转身拉开门就要走 行李收不收无所谓 我有的是钱重新买 济言从身后紧紧 估住我的腰 他深知纵使千言万语 都是欺骗 最后他无力地道出世界通用的三个字 对不起 我突然想起儿子生日那晚 他半夜回来时 也是这样从身后抱着我 不同的是 他以为我没发现 若无其事地亲了我一下 小乖 怎么还没睡 不是让你别等我了吗 济言以为我是在等他 其实 我是气得睡不着觉 因为他说谎 我早就收到了苏雪发来的照片 他根本没有应酬 照片里 济言端坐在座位上 正在认真的听讲着什么 他挺拔的身躯总是很容易 让人在人群中注意到他 脑子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他在给谁开家长会 这还不算 苏雪还发来了耀武扬威的短信 尖尖 听说你儿子今天生日 抱歉哦 阿言在帮我儿子开家长会 看时间 他应该赶不回去了 结果 济言真的没有回来陪儿子过生日 儿子虽然有些失落 但还是特别懂事地理解他爸爸 他跟我说 妈妈 爸爸好辛苦哦 我们切一块最大的蛋糕 留给爸爸吃吧 爸爸回来 肯定饿了 当时 我差点泪奔 一回想起自从苏雪回来后 我和儿子受得种种委屈 我的心像是被挖走了一大块似的 难受得厉害 我用力掰开他的手 怒吼道 济言 放开我 既然迟早都是别人的老公 长痛不如短痛 早点分开吧 我越挣扎 济言乐得越紧 我不同意离婚 那就法院见 济言握住我的肩膀 把我转过来 看着我的眼睛说 小乖 你相信我 我跟苏雪真的没什么 晨晨生日那天 苏雪临时打电话给我 说他儿子要开家长会 请我帮个忙 小乖 那孩子没了爸爸 国内这方面又保守 我只是看在孩子的份上过去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 冷着脸嘲讽道 家长会要开到半夜 济言又噎住了 天天拿孩子当借口 济言你有意思不 苏雪老公死了 你替补上去 我又不阻拦你 我现在是成全你啊 济言头疼的捏了捏眉心 小乖 突然 门外 哇 的一声 我和济言脸色大变 推门一看 本应在房间睡觉的儿子 现在站在门外哭 儿子不知在门外听到了多少 嘴里一直哭喊着 哇 爸爸 妈妈别离婚 济言连忙上前抱起儿子 给他抹眼泪 沉沉不哭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不哭 儿子哭得撕心裂肺 我在旁边听着 心揪着疼 眼泪像断线的珠子疯狂地往下掉 济言抱着抽气的儿子 扣住我的手 食指相扣 轻声说 老婆 本就还没好全的儿子哭得满脸通红 他一手紧紧攥着济言的衣服 另一只手紧紧攥住我的 圆圆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又长又浓密的睫毛轻轻一眨 大颗的眼泪便往下掉 嘴里可怜兮兮地喊着爸爸妈妈 我妥协了 可苏雪不高兴了 怒气冲冲找上门来 路尖尖 你为什么不放手 她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让我觉得可笑 明明我是原配 她才是小三 我优雅地抿了一口咖啡 苏雪 知三当三 你还觉得挺光荣 苏雪文言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此时 她注意到我的目光 时不时落到她脖子的项链上 她顿时扬了扬眉 笑得肆意张扬 她摸着项链 脸上浮起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红韵 哎呀 我记得这条项链是阿颜送给我的呢 还是当年的限量款呢 让我想想 阿颜是什么时候送的呢 她脸上装模作样地思考一会儿 然后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 我想起来了 阿颜是情人节那天送给我的呢 她端起咖啡亲敏一口 脸上洋溢着极为幸福的模样 是情人节哦 我出神地盯着那条项链 陷入了回忆 叮咚 你好 你的外卖到了 我揉着睡眼朦胧的眼睛 嘴里嚷嚷道 来了 我开门一看 是纪言 她戴着外卖头盔 一手拿着我的外卖 一手拿着手机 她低头盯着手机屏幕 似乎在抢外卖订单 咦 学长 纪言抬头看见我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微微一笑把外卖递给我 小学妹 你的外卖到了 记得给个好评 她匆匆说了句再见 又风尘仆仆地继续送下一单 她眼底下是一圈浓浓的黑眼圈 跟平时的神采飞扬判若两人 想到了无意间听到的对话 我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老纪就为了一句情人节项链广告语 你打好几份工 又是餐厅打工 又是送外卖 送快递的 你当你自己是神仙 不用睡觉 没办法 小雪喜欢 辛苦就辛苦一点吧 她设有抱怨了苏雪几句 纪言笑了笑 小雪是女孩子 喜欢这些很正常 我当时还搜索了那条 昂贵项链的广告语 拥有它 就拥有了永恒的爱 苏雪同样一句永恒的爱 打断了我的回忆 路尖尖 你知不知道 这条项链代表了阿颜对我永恒的爱 纪言对她永恒的爱 底下 我的手指死死扣住手心 连指甲深深陷入了皮肉都毫无知觉 确实是永恒的爱情 因为苏雪的一句喜欢 她24小时连轴转 毫无怨言地打几份弓 后面被她无情抛弃 现在还能不计前嫌 重温旧情 处处维护她 表面上 我云淡风轻 苏雪见我不为所动 语气放软了下来 路尖尖 你该放手 我和阿颜是爱情 你不过是她孤独寂寞时消遣的工具 哦 爱情 我洋装淡定地敲了敲桌子 我记得 你当年跟富二代当着纪言的面 当着全校的面 两人牵手离开的时候 你也称之为爱情 嗯 一辆超跑的爱情 苏雪瞬间怒了 拿起杯子就要泼我 我快她一步 直接往她脸上泼了一杯咖啡 苏雪被我泼得满脸都是 她怒不可遏 举起手就要伤我巴掌 我一把握住 狠狠甩开 爱情 你跟我讲爱情 苏雪 你不觉得爱情两字从你口中说出来 太可笑了吗 苏雪气得浑身发抖 她指着我 放下狠话 路尖尖 你等着 阿颜一定会回到我身边 夜晚 季妍的电话响个不停 她看了我一眼 我平静地看了她一眼 彼此心照不宣 那是谁打来的电话 季妍当着我的面 果断按掉了电话 我转头静静看着电视剧 季妍抱着枕头 想靠近我 结果电话事实又响了 她再按 下一秒又响 大有她不接就是不罢休的节奏 我眼睛盯着屏幕看 内心却躁得很 她要是真的不想接 为什么不把电话拉黑 不一会儿后 她的电话又响了 季妍刚想按掉的时候 我忍无可忍一把抢过 直接按了接听键 电话那端传来了小小声的啜气声 阿颜 苏雪 别犯贱 没男人活不下去的话 就花钱去找牛郎 你不是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吗 一百个 一千个牛郎都够你叫了 电话那端静默了几秒 苏雪猛地提高了哭声 哭声能让男人心碎的那种 阿颜 她确实也做到了 季妍夺过我手中的手机 迅速按掉了电话 她的语气有明显的责备 小乖 说话别那么恶毒 我没吭声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季妍反应过来 她过度反应了 她掩饰性地用手抹了把脸 艰难地开口 小乖 苏雪也不容易 你也知道她老公 但凡扯到苏雪 不是拿她儿子当借口 就是拿她死去的老公当借口 我都听厌了 我不耐烦地打断 不就是死在情妇床上了 这有什么不容易的 出轨老公死了 自己还继承了一大笔财产 她应该偷着乐啊 苏雪的老公死得很不体面 据国外媒体报道 是因为过度嗑药 外加情势刺激导致的死亡 豪门丑闻曝光后 苏雪被八卦媒体层层围攻 无数的闪光灯下 她孤立无援 不小心踩空 摔了一跤 狼狈不堪的模样被拍了下来 登上了头条 这件事情在校友圈传风了 当年的人都在看她笑话 则则 这就是苏大笑话口中所谓的爱情啊 老公都死在情妇床上了 还爱情各批 切 拜金就拜金 什么爱情 说得好听 只不过 不包括当事人 相反 她看得眉头紧锁 当时 我狐疑的目光 看得她浑身不自在 早早搂着我便睡觉 半夜 我躺在她怀里醒来 黑暗的房间 只有背后微弱的光线 我很清楚 那是手机屏幕的光 寄言凝着英俊的眉峰 看得很专注 她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醒了过来 我装作阴明一声 软软诺诺地喊了一声 老公 这么晚了 你在看什么 我装作要翻身 寄言立刻关了手机屏幕 他双手搂紧我 阻止我翻身 没什么 看点明天要用的资料 抱歉 吵醒你了吗 他亲了亲我的额头 轻轻拍拍我的背 我不看了 睡吧 他哄得心不在焉 拍打的节奏都乱了 这么多年了 他还没忘记苏雪 他还爱着他吗 苏雪远在万里之外 他已经身在曹迎新在汗了 万一他回国了 他会怎么样 当时 我的内心充满了不安 害怕他回国 害怕他打破我宁静的生活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那么快 苏雪仅用了三个月时间 就搅乱了我努力经营了六年的感情 四年的婚姻 季妍 你要是想跟苏雪在一起 就爽快点跟我离婚 我不耽误你们双宿双七 一说到离婚 季妍紧张了 他快速熄灯 把被子盖我身上 小乖 睡吧 等下别把晨晨吵醒了 他是故意提起儿子的 是啊 我还有儿子 儿子需要爸爸 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泻气地躺下来 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感觉自己好无力 想结束又不能结束 早上醒来时 季妍陪着儿子在客厅组装新玩具 父子两人其乐融融 地板上 玩具包装扔得凌乱 面色红润的儿子 拿着玩具小跑过来 妈妈 你看 我和爸爸一起组装的大黄蜂 爸爸说大黄蜂好厉害的 儿子有模有样比划了一番 我蹲下身子与他平视 哦 这个是爸爸送给晨晨的生日礼物 对呀 我一直在等爸爸陪我一起拆礼物 说着说着 儿子突然不高兴了 嘟着嘴 可是我都等不到爸爸 爸爸好晚回来 我都睡着了 季妍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我又生病了吗 我指了指他手里的玩具 转移话题 那晨晨喜欢爸爸送的大黄蜂吗 儿子歪着头想了想 喜欢 我还听见儿子小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更喜欢擎天柱 爸爸明明说要送给我擎天柱的 季妍朝儿子招了招手 晨晨 过来 大黄蜂还可以变成小车 爸爸便给你看 让妈妈去吃早餐 闻言 儿子欢天喜地小跑过去 爸爸便给我看 桌子上放着他做好的早餐 我忽略他讨好的表情 自顾自地吃 季妍抱着儿子坐了下来 小乖 今晚有个商业晚宴 陪我去参加吧 一大一小同时看着我 尤其是儿子 连手里的玩具都不玩了 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 儿子大哭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我实在没法拒绝 好 季妍低头和儿子互相击掌 大男孩的模样 让我想起了大学的季妍 她抱着篮球 脸上的笑容很阳光 小学妹 吓到了吧 近在咫尺的距离 我脸颊微微泛红 双手紧紧抱着书籍 说话结结巴巴的 没 没 谢 谢学长 季妍轻笑一声 摸了摸我的头 你真可爱 下午 我精心打扮完 正等着她来接的时候 手机弹出一条微信 小乖 晚宴取消了 我忙完后 早点回来 我没有多想 回了句 好 看着镜子中 妆容精致的自己 觉得谢掉怪可惜的 干脆换了件舒适的衣服 带着儿子出去吃大餐 美美地跟儿子饱餐一顿后 母子俩手牵着手 在街上闲逛 走着走着 一对情侣吸引了我的注意 女孩拽着男孩的胳膊 匆匆走出一家服装店 嘴里嚷着 哎呀 不要 太贵了 可是你穿得很好看 男孩松开女孩的手 就要冲进去买单 女孩又把她扯了回来 恍惚中 我似乎穿越了时空 看到了我和季妍 尖尖 这个包包好看 我买给你 我抬头一看是名牌店 联盟摆摆手 太贵了 我不要 别担心 一个包包 你男朋友我还负担得起 下一秒 她抬脚就要进去 我急忙拉住她的手 硬拖着她往前走 不要了 买包包的钱 都可以发好几个人的工资了 忽然 她猛的一用力 把我拽到了怀里 她抱着我 下巴轻轻蹭着我的额头 轻叹 尖尖 你怎么那么乖呢 以后叫你小乖好不好 小乖 小乖 跟苏雪相比 我是不是太心疼她了 让她没有产生那种刻苦铭心的记忆 妈妈 你在看什么呀 儿子晃了晃我的手 舔着冰淇淋好奇地看着我 突然 儿子指着前面的一家玩具店 惊呼道 哦 妈妈 玩具店耶 她松开我的手 兴奋地跑过去 九点 纪言准时到家 儿子迫不及待拉着她干活 要组装她的新玩具 我回房间洗澡 不打扰她们的父子时光 她揉着脖子回房时 我的心莫名就软了 下意识递给她衣服 沉沉折腾你了吧 纪言的眼睛惊喜地亮了 争吵以来 我第一次用温和的语气跟她讲话 她飞快啄了一下我的嘴唇 小乖 不生气了 我不自然地推了推她 洗澡去 纪言拿着衣服 笑得灿烂 遵命 看着她的背影 我深深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路尖尖 你真是不争气啊 刚才那一吻 她感受到了我态度的软化 洗完澡后 她猴急地爬上来 急不可耐地想要 我还没反应过来 密密麻麻地热吻 已经落在我的颈尖 小乖 你好香 我被她吻得意乱情迷 她的快要贴上我时 靠仅存的一点意志力 用双指及时止住她 纪言眼里染了情欲 声音暗雅地厉害 小乖 怎么了 我很认真地问 老公 这里是我的专属吗 她握住我的手 虔诚地吻了吻 坦然地指示我 语气很肯定 当然 她吻了上来 我闭上眼睛 任她亲吻 第二天 我腰酸背痛地醒来 妾身体会到了 男人真的不能饿太久 说曹操 曹操道 纪言发来了微信 小乖 起来了吗 今晚别让阿姨准备晚饭 我定了胃 带你和晨晨出去吃 刚发出一个好字 新鲜滚烫的娱乐头条 便跳了出来 科技新贵与知名女企业家 共赴晚宴 两人亲密搂腰的 四目相对的 面带笑容的照片 一张张跳了出来 我死死攥紧了手机 昨晚上存的温情 急速退去 只剩下冰窖般的寒冷 这就是她所谓的 晚宴取消了 看着照片上 笑眼如花的苏雪 我仿佛听见 她在我耳边得意地说 路尖尖 纪言是我的 这一刻 我情绪失控 砰 的一声 手机摔得七碎八落 我靠着床檐坐在地上 泪水滚了出来 她又骗我 突然 支的一声 房门被推开 妈妈 我顿时浑身僵硬 只一秒 我迅速抹掉眼泪 笑着转过头 儿子抱着大黄蜂 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 我走过去蹲下身子 抚摸着儿子的头发 抢颜欢笑道 晨晨 怎么了 儿子不说话 点起脚尖 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片 我努力维持着 唇角勾起的弧度 妈妈不小心 把手机摔了呢 吓到沉沉了吗 儿子摇了摇头 下一刻 小小的身躯抱住我 手里还不忘 抓着她的大黄蜂 儿子轻轻蹭了蹭 我的脸颊 妈妈 你是不是有什么 不开心的事情啊 刚下去的眼圈 又红了起来 生怕被儿子看出异样 我快速起身 牵起她的手 没有呀 我宝贝儿子这么乖 妈妈哪里有什么 不开心的事情 我晃了晃儿子的手 晨晨 你先回房自己玩 妈妈等下 给你做蛋糕好不好 一听有蛋糕吃 儿子顿时欢呼雀跃 好耶 妈妈我要吃巧克力味的 没问题 正在吃蛋糕时 纪言火急火燎地回来了 看到儿子也在 他滚了滚喉咙 声声止住了要说出的话 儿子则欢快地打招呼 爸爸 我放下手中的叉子 瞥了一眼纪言 示意他回房 晨晨 你乖乖吃蛋糕哦 两人刚往前走出两步 儿子突然开口 爸爸 他塞了一口蛋糕 口齿不清地说 妈妈手机摔坏了 你记得给妈妈买一个新的哟 纪言看了我一眼 干巴巴地笑了一声 好的 一回到房间 他便焦急地解释 小乖 苏雪在公司的处境不好过 他丈夫死了 他又没有经营管理的经验 董事会的人都不服他 商业晚宴需要男伴 他在国内也没有其他男性朋友 我只是帮他下称场面 我怕你多想 舅 我安静地坐在床上 平静地反问 我们真的要这样一直过下去吗 文言 纪言坚决地说 小乖 昨晚是最后一次 你相信我 我跟苏雪说清楚了 昨晚是我最后一次帮他了 纪言为了表决心 当着我的面 直接拉黑了苏雪的电话 他蹲下来 握住我的手 小乖 对不起 我不该骗你 我只是怕你瞎想 小乖 你不要相信那些照片 记者偷拍的角度 简直太刁钻 我跟苏雪什么事都没有 我绝对没有对不起你 小乖 以后我不会跟他联系了 纪言仰头看着我 眼神真挚 考虑到儿子 想到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再一次妥协 最后一次 我这里没有任何动静 苏雪着急了 他为了上位 连脸面都不要了 他发了一条帖子到学校的贴吧 七年前 七年后 感恩有你 附上晚宴的照片 还有两人以前的亲密合照 贴吧顿时热闹了起来 哇 这是我们的学姐学长吗 好登队啊 好幸福啊 真羡慕 祝福哦 苏雪在下面一一回复 谢谢 她还附上一个害羞的表情 我可以想象得到手机那头 她一脸娇羞的笑容 不过 风向很快变了 学长学姐们冒了出来 哟 这不是当年的苏大笑花吗 你老公不是开超跑的富二代吗 出国几年 小三都当得理直气壮了 给你点个赞 苏笑花 难道你忘了你的超跑爱情 她的超跑爱情 死在情妇床上了 人家现在有钱了 要找回纯粹的爱情 人要脸 树要皮 合着苏大笑花没有脸 绿茶表 打小三 拜金女 攻击苏雪的评论越来越多 学姐发了一条评论 还爱特了我 苏雪 你好歹也是大学生 知道什么叫做原配 正是吧 学姐刚发完评论 就给我发来了微信 尖尖 小三都打上门了 你还不行动 快 发一张你和纪严的结婚照上去 挫挫她的锐气 太嚣张了 身旁的视线若有若无地扫过 我转头 正对上纪严的视线 她倾咳了一声 回过头 继续看财经频道 我刚要把结婚照发上去 纪严一把制止我 小乖 别火上添油 我被她抓得生疼 放手 你弄疼我了 纪严这才意识到 她又反应过度了 赶紧松开我 手被她掐出了好几道红印 她看得眼疼 连忙拿起我的手 放在嘴边吹 小乖 对不起 我的眼泪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 满腹的委屈 心酸 我已经数不清 这是第几次落泪了 寄言想给我擦眼泪 我偏头躲过 我正托她的手 背对着她躺下 不想理她 她默默熄了灯 也躺了下来 我甩开她伸过来的手 又往床边挪了挪 黑暗中 她深深叹了口气 小乖 无论如何 你有我 所以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后面 学姐又发来了微信 尖尖 你怎么不发啊 你就任由苏雪那件人兴风作浪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说 算了 我和寄言又没问题 发了 倒显出有什么 哎 你说的有道理 帖子偶尔有几个讽刺的评论冒出来 苏雪没再出来回复 我和寄言也都没出声 贴吧也渐渐静了下来 我的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是世界太小了 不想见的人 带儿子喝个饮料都能碰见 路尖尖 真巧啊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 玩具池里的儿子 并不想搭理他 路尖尖 阿言都抛下你 陪我出席晚宴了 说明他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你为什么不离婚 守着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有意思吗你 苏雪依旧趾高气扬 帖子上的舆论攻击 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三观不正 我心思微转 语气肯定 新闻是你的杰作 苏雪很爽快地承认了 是又怎么样 我是让你看清阿言对我的爱 哦 爱啊 我淡定地吸了一口奶茶 那我觉得你该换一个标题 或许能刺激到我的神经 例如 把女企业家换成小三 苏雪气得脸都绿了 你 这时 他的儿子跑了过来 他连忙收敛住自己扭曲的神色 瞬间变成一个优雅思问的妈妈 看来他还知道自己是个母亲 他儿子前脚刚倒 我儿子后脚也跑了过来 自个爬上椅子 抱起奶茶咕噜咕噜往下灌 我好笑地给他擦了额头上的汗 晨晨 慢点喝 别呛着了 苏雪盯着我儿子看 脸上的极度根本掩饰不住 我淡定从容地接受 晨晨长得像谁 一目了然 孩子就是孩子 一点都没有感受到 大人底下的暗潮汹涌 他儿子顾着玩手里的玩具 我儿子顾着喝奶茶 不过儿子一直盯着他儿子手里的玩具 苏雪也注意到了 他看了我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 诺诺 你手里的晴天柱是谁送你的呀 季叔叔呀 哪个季叔叔呀 季炎叔叔呀 哦 妈妈记起来了 晴天柱是不是季炎叔叔 跟你一起组装的呀 对啊 儿子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 显然听到了他爸爸的名字 他偏过头 咬着吸管沉默的喝奶茶 再也不看他儿子手里的玩具 我心脏猛的一次 钻心的疼 脑子里蹦出之前 儿子小声嘀咕的一句话 我更喜欢晴天柱 爸爸明明说要送给我晴天柱的 原来不是没有送 只不过是送给了苏雪的儿子 苏雪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 我恨不得上去给他一巴掌 可孩子在 我攥住拳头 硬生生忍住了 临走前 我在他耳边滴雨 一个玩具而已 你嚣张什么 我老公只是可怜他没了爸爸 你别忘了 我儿子才是季炎的儿子 亲生的儿子 苏雪气得胸口剧烈地起伏 我牵起儿子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夜晚 天气突变 刮起大风 下起暴雨 儿子临睡前 季炎还没回来 他撅着小嘴睡着了 胖乎乎的小脸蛋泪水未干 睫毛湿漉漉的 我爱怜地亲了亲他的脸蛋 给他夜了夜被子 想起儿子委屈巴巴的样子 我心头的那股酸色胀的厉害 妈妈 爸爸骗人 大黄蜂才没有擎天柱厉害 妈妈 爸爸把我的擎天柱送人了 我好伤心 妈妈 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了呀 我内心满怨起计言 他可怜那孩子我可以理解 但既然知道儿子喜欢擎天柱 为什么不买多一个 他不买 我买 我上网搜索同款擎天柱 当商品详情液跳出的那一刹那 我的手在抖 嘴唇在抖 巨大的惊涛骇浪 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钉 路尖尖 你老公在我这 新月花园一栋 敢来吗 赠品 寄言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竟然是赠品 我笑了 泪水糊了眼睛 前方的雨瓜都看得模糊 一直以来 站在寄言身边 陪他参加晚宴的人都是我 可原来只要苏雪的一个电话 站在他身边的人 就可以变成他 甚至回来后 还能面不改色地跟我发生关系 一直以来 寄言从来没有缺席过儿子的生日 可原来只要苏雪的一个电话 他能立马跑到他身边 给他儿子当爸爸 他把属于儿子的擎天柱 送给他儿子 留下赠品当作儿子的生日礼物 他甚至还能笑着跟儿子说 大黄蜂好厉害的 原来 不只是我 原来 我的儿子跟苏雪儿子相比 他也就配得到一个赠品 寄言 我受委屈 我认了 因为是我犯贱 先爱上你 但是 你怎么可以让儿子也受委屈 晨晨跟你是血脉相连的父子关系啊 你怎么忍心 偌大的雨滴砸在玻璃窗上 也遮不住眼前醒目的数字 一动 咚咚咚 我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上走 恩 恩 阿言 阿言 我脸色煞白 身体亮呛了几步 扶住身后的栏杆才勉强稳住了身形 我笑着对自己说 不是的 不是的 肯定是苏雪自导自演的声音 不会的 不会的 支 大床上 一男一女赤身裸体 激烈地交缠在一起 女人的身体疯狂地前后晃动 嘴里发出高昂的声音 恩 阿言 阿言 男人抓住女人血白的腿 又放肆 又激烈地撞击 阿 歇斯底里的尖叫 震惊了床上的男人 小乖 既言惊慌失措地抽出他的所有物 从苏雪的体内 我的神经彻底崩塌了 发疯一般逃走 小乖 天空轰隆隆地雷声响个不停 暴雨倾泻而下 躺着水拼命奔跑 任由雨水落在身上 突然 嘶的一声 一辆车辆急刹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车主探头出来破口大骂 你想死啊 想死滚原点 我吓得愣住了 身后忽然有人 大力把我往后拽到了一边 他着急地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大爱后 把我抱进怀里 用力地收紧手臂 小乖 你吓死我了 轰隆隆的暴雨声不断响起 我的意识逐渐回到现实 刚刚两人滚床单的场景历历在目 一股恶心涌上心头 我推开继承 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既言 我们到此为止 我收拾好行李 准备带着儿子离开 季言紧紧攥住我的手腕 不让我走 小乖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故意的 苏雪给我下了药 我意识不清了 我以为他是你 我才 说到后面 季言心虚了 完全不敢看我的眼睛 或许他真的以为是我 才跟苏雪发生关系 或许那晚我真的受刺激过度 听错了 他叫的是我 但那都不重要了 我一点点掰开他的手 你违背了承诺 去见了苏雪是事实 跟他发生了关系也是事实 季言 我说的最后一次 不是跟你说着玩的 季言的脸色白了几分 他如动着嘴唇想辩解 却不知道如何辩解 最后 他实在没法子了 只能顾忌重施 再次把儿子搬了出来 小乖 我们还有晨晨 你忍心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 现在是21世纪 单亲家庭满地飞 我们离婚 你依旧是晨晨的爸爸 这点永远不会变 也变不了 你放心 我不会剥夺你见晨晨的权利 季晨表情难过地看着我 我直接忽视 拖着行李箱准备拉开房门 突然想起了赠品仪式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警告他一番 我看着他 语气特别冷漠 友情提醒 下次送晨晨礼物时 记得别送赠品 晨晨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纪炎的脸色彻底白了下来 纪炎迟迟不愿签离婚协议 不想让儿子卷进这场离婚纠纷 我把他暂时送到父母那边住 自己则随便找了名下的一套房子住 每次在小区外 我都能看见神色颓废的纪炎 我走到那 他跟到那 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得太难看 我把他当空气 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第七天我再次出门的时候 我在小区外看见苏雪了 他鼻青脸肿 憔悴得不成样子 苏雪站在一边想拉纪炎的手 可是纪炎很不耐烦 一直抗拒他的触碰 苏雪站在一旁 哭得很厉害 阿炎 诺诺烧傻了 我公公婆婆不让我进医院 他们不给我见诺诺了 呜呜 阿炎 怎么办 医生说 诺诺以后都是傻子了 纪炎眼中闪过快意 讽刺地勾起嘴角 苏雪 你儿子变成傻子 是你自找的 你儿子发烧 我好心过去送你儿子去医院 你竟然给我下药 是你自己错过了 就你儿子的最佳时机 苏雪卑微地抓住纪炎的手 阿炎 我只是太爱你了 阿炎 你也爱我的对不对 要不然你那晚不会那么 够了 苏雪还没说完 就被纪炎低吼一声打断 脸色很难看 她狠狠甩开她的手 苏雪踩着高跟鞋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一个不吻 狼狈地跌在地上 不要跟我提那一碗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 苏雪 我早就不爱你了 我爱的是尖尖 我的妻子 你回国后 我一次又一次地帮你 是看在年少的情分 还有你单亲妈妈的份上 但是你竟然变本加厉 给我下药 毁了我的婚姻 我的家庭 尖尖说得没错 你有什么好可怜的 你本来就是为了钱结婚的 死了老公 又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你高兴都来不及 怎么称得上可怜 我真是蠢啊 竟然去可怜你 纪炎双目赤红 憎恨地看着苏雪 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 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滚 围观的吃瓜群众越来越多 对着两人窃窃私语 纪炎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苏雪则受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 爬起来跑了 从头到尾 我冷眼旁观 甚至纪炎说她爱我时 我心中都毫无波澜 太迟了 我拉上车窗 驱车离开 不巧被纪炎看见了 他立马上车追了过来 他这样一直跟下去 完全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我随便找了个停车位 拉开他的副驾驶坐了进去 纪炎看到我主动靠近他 很是欢喜 小乖 我语气淡淡的 纪炎 你这样有意思吗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了 你以为让苏雪滚 就能让我忘记 你已经跟他发生的事实了 纪炎的眼神流露出无尽的愧疚 自责和悔恨 小乖 那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小乖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又是对不起 我对这三个字简直深恶痛绝 多日积累的情绪一下子爆发了 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 我厌恶这三个字 纪炎 你想想 为了苏雪 你跟我道歉多少次了 你永远都是错了再犯 你跟其他男人一样 劣根性十足 无论当年苏雪怎么伤害你 对你来说 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 你仗着我爱你 你仗着有沉沉 一次又一次违背承诺 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因为你觉得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离开你 纪炎眼眶通红 嘴唇止不住地颤抖 却找不出一句话来反驳我 我抹了抹眼泪 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他 纪炎 我承认我爱你 但是以后不会了 我会爱自己 爱沉沉 我们好聚好散 为了沉沉 你签字吧 不要闹到法庭那么难看 我没再看他一眼 拉开车门扬长而去 纪炎最终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 办好了离婚手续 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独自踏上了环游世界之路 就当给自己逝去的爱情 来一场告别 一个人的旅行没有想象中的孤独 反而别有一番风趣 想走就走 不想就一整天待在酒店 吃吃喝喝 美丽的小姐 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旁边推过来一杯颜色异常漂亮的酒 我看了一眼主人 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年轻 朝气蓬勃的 我笑了笑 婉拒了 小年轻觉得我挺没意思的 耸了耸肩走了 拿着那杯酒 转而去寻找下一个猎物 最后一站 我去了美国 以往一家三口旅行时 季妍总是不愿去美国 不过令我意外的是 我在美国 竟看见了苏雪 怪不得他前段时间把股份卖了 原来是拿着现金回了美国 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 搂着他从购物店出来 两人有说有笑的 还庞若无人地来了个法式热闻 我还听见 他们晚上要去拉斯维加斯赌场 看着男人手上大大小小的名牌袋子 我轻轻笑了笑 看来苏雪败光财产 睡大马路 指日可待呀 回国那天 季妍抱着儿子来接机 看见我出来 父子俩的眼睛亮了 同时拼命挥手 季妍殷勤地帮我提行礼 我见儿子在 便没有拒绝 小 尖尖 累吗 我摇了摇头 语气淡淡的 还好 转而轻逆地亲了亲儿子香香的脸蛋 晨晨 有没有乖 儿子哥哥直笑 一脸骄傲道 有 妈妈我可乖了 爸爸让人定做了一个晴天柱给我 爸爸说 别人都没有呢 而且超霸气的 等下回家 妈妈 我拿给你看 好的 夜晚 哄睡着儿子 季妍主动告辞 在我关门之际 他对我说 尖尖 你什么时候原谅我了 告诉我 是我错了 我活该受惩罚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都可以等 我没有回复他 回去吧 太晚了开车不安全 闻言 寄言 落寞地转身 像个被抛弃的孩子 我不是不难受 他可是我爱了整个青春的男人啊 但是已至此 我们之间没有回头路了 我只会往前走 日子很快过了一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些事 苏雪比我当初预料的还要凄惨 他不仅变成了穷光蛋 还欠下了高额赌债 到处被追杀 最后变得疯疯癫癫的 在街上乱晃 半年前 学姐发了一个视频 尖尖 快看 苏雪疯了 真是活该 恶人自有恶人魔 视频里 苏雪穿着廉价的衣服 抓着一个男人的袖子 低声下气祈求着 嘴里的口型像是在说 Jack 求求你 把钱还给我 你不把钱给我 我会死的 他们会把我杀了 闻言 男人幸灾乐祸一笑 伸手抬起苏雪的脸 轻蔑地连拍三下 臭三八 你要死 关我什么事 要死滚原点 别死在我面前 晦气 男人指着他的鼻子怒骂 老子告诉你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仗着有钱 对我腰五贺六 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 老子早把你踹了 苏雪听了他的话 发疯般扑过去对着他拳打脚踢 歇斯底里的尖叫 把钱还给我 你这个渣男 骗我签字 钱都是你输的 把钱还给我 还给我 男人女人力量悬殊 苏雪很快败下阵来 他被男人狠狠甩了一巴掌 泼妇 没钱就去卖 卖了不就有钱了 男人哈哈大笑 搂着千娇百妹的新女友潇洒离开 苏雪跌坐在地上 衣衫不整 头发散乱 嘴角一出鲜血 周围对着他对拍的人越来越多 苏雪突然笑出声 然后狂笑 哈哈哈哈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突然扒开衣服露出大片春光 对着人群步步逼近 眼底尽是疯狂 来拍啊 拍啊 给我钱 给我钱 我要钱 男人们对着他的身体一顿狂拍 甚至胆大的还上手摸 摸摸 给我钱 给我钱 苏雪的样子实在太不正常 周围的人怕出事赖在自己身上 人群很快散了 地上散落着数张美钞 苏雪迫不及待地捡起来 生怕被别人抢先 他手里拿着美钞 亮亮呛呛地往前走 毫不在意地敞开 衣不蔽体的身体 朝过往的人群不断炫耀道 我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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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 没人知道苏雪去了哪里 有人说他被卖了 有人说他进了红灯区 妈妈 妈妈 今天是不是来了新的小人书呀 刚刚放学的儿子跑到我面前 眼睛亮晶晶地问 是呀 为了打发多余的时间 我开了一家咖啡图书馆 一共三层 第二层是儿童图书馆 第三层是成人图书馆 好耶 我要上去看看 儿子迈着小胖腿 哼着歌 开开心心地上楼了 纪炎望着儿子萌萌达的身影 温柔地笑了笑 他把儿子的小书包递给我 尖尖 沉沉安全抵达 那我走了 我轻轻地点头 尖尖 你原谅我了吗 纪炎离开前 依旧执着地问 他看着我 眼里满是蜥蜴 一年来他问了无数次了 而我的答案从没变过 路上开车小心 他眼里的光再次灭了 慢慢转身离开 一年来 我跟纪炎都是这么相处的 中间隔着沉沉 我们现在的关系既不亲密 也不疏远 我想 用最熟悉的陌生人来形容 最合适不过了 对我来说 也是最理想的状态了 两人完全不联系 不太可能 纪炎毕竟是儿子的亲生父亲 复合是不可能的 此生 我有钱 有沉沉 足以